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宣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6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关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 这两天走势非常的戏剧化 在FED宣布升息两码之后 这个前一天的美股还出现尾盘急拉 道充涨了900多点 Nestate也涨了400多点 强力的反弹 大家都觉得美国股市好像V型反转一样 结果呢 在昨天晚上的美股 这个地方马上再度的下杀重挫 道琼反手大跌了1063点 Nestate也重挫了600多点 S&P500费半指数也同步下杀 整个这个礼拜四 这个都把前一天的跌幅全部都吐回去了 那包括今天的台币汇率 哇也重点了这个1.65角的一个走势出现 那这也让台北股市的部分 昨天反弹其实没有很多 只涨个130点 今天是再度的跳空下杀下去 盘中一度大跌了383点 收盘稍微收链点跌幅 但仍然是中挫了287点做收 收在16408点的位置 可以看到台北股市反弹也是一天又再度的下杀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 上个礼拜大盘的指数最低杀到16219 那这个位置还能守得住吗 如果守不住 哪些股票要赶快跑呢 好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按照惯例 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夏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5月6号 在这地方第一通指令9点07分发出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盘市的一个研判 那今天的盘市 注意美股礼拜四逆转再度重挫 而且小NES的旗子 早盘又继续跌了30多点 美股仍然是这地方持续的表现弱势 那台股指数跳空开低 急杀超过300点 首盘是一个空放量278亿 但是略带有一点这个下影线 预估量则在2700亿上下 旗子的跌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今天是开低之后 低档震荡跟昨天刚好反过来 当然仍然要提防上冲下指的走势 并且持续关注国际盘表现的变化 那今天的盘市 我们这地方是个尝试来做一个短空的策略 锁定的标的在代号3265的台新科 这档封测股上面 技术面上来看 这个前一天股价大涨锁涨停 但是也观察它的买盘 疑似又来自于短线隔日冲大户 当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出量再拉高之后 吸引散户抢进完 又有大户疑似在地方拉高反手出货机下 把这样指标也交叉向下 出现转弱讯号之下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采取个短空 当冲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不过今天跟会员朋友说声抱歉 今天我们观察了两个小时才来出手 短空6278.3265的一个台新科 技术面转弱之下定价46.8到47元之间 先做卖出 后来平均卖在49.9的价位 但是股价并没有如预期的反手杀下去 反而在接下来又一波的一个拉高 触及到我们预设的停损47.5 所以我们而话不说 11点30分通知大家 试价47.5附近来做回补 今天小赔个六毛钱左右 我们仍然遵守纪律 建议大家先收回资金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永远把纪律当作最重要的第一步 严格来控制风险 宁可看错小赔也拒绝大赔来做发声 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刚看现隆老师节目的 会觉得说好奇怪哦 赔钱也拿出来讲哦 那有些投资朋友说 前阵子看现隆老师三战连胜 好像都稳赚啊 那还会赔钱哦 那为什么赔钱也要说呢 这就是现隆老师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坚持 当其他投股老师每天都只抱赚钱的股票 赔钱的都藏起来不说 当其他投股老师甚至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天都有一组会员的股票 涨停板大获全胜在电视上表演 但是你可能参加的都不是那一组 对不对 那到最后才发现都假的时候 你会看到现隆老师就是这样坚持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没赚钱 甚至偶尔看错 天孙小赔出场 我们都会诚实讲 只求认同现隆老师理念的 哎 这个地方缘分到了 再来找我们 那也再三强调 现隆老师当然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赚 但是也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你看到我们真的是 当天淡一进 当天淡一出 绝对不会做凹单的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也只有两档当冲股给你而已 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这个三二六五的台新科 第三个 所有会员朋友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最重要 节目当中如果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那么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这就是现隆老师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 是专业用心 但是重点是 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你看到 我们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的坚持下去 当然也利用这个机会 来提醒大家 其实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说 哎呀做当冲风险很大啦 其实我会这么说啦 如果有人说当冲风险很大 那他们的真相是什么 这代表这些人做股票的方式 第一个过度扩大 操作部位 甚至网络上有些什么 五本金当冲 没有钱了也拿来做当冲 这是千万不可以的 我都再三提醒投资朋友 其实你不管做的是股这个 这个所谓的当冲 或者是波段 记得量力而为 合理操作 你承担得起多大风险 操作多大部位 永远是你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你都要先去衡量 你这地方操作的部位 是不是能够适合 最好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这当然是最好 第二个 进场时 很多人都没有设定停损点 或是没有去严格执行 都习惯凹单 甚至看错了 就想要改放波段 那么如果你都是这样 没有设停损 没有执行停损 习惯凹单 当然有时候会凹回来 变成赚钱 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常常不管是当冲还是波段 凹到最后 就是常常赚小赔大 甚至一两次凹单 凹回来了 就受伤 惨重 重伤毕业 都有可能 然后才来说当冲风险很大 不是 是你不管坐当冲还是坐波段 没有在严格控制你的风险 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强调 做股票 没有人稳赚不赔的 股票操作就跟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 但是永远记得一个重点 掉个芝麻很正常 但是绝对不可以 你每次都只吃芝麻 却一掉就掉了一个大烧饼下去 也就是做股票 有看对一定有看错的时刻 但永远记得 当你看对 有时候大赚 有时候小赚 都没有关系 万一看错呢 顶多小赔 马上就跑 绝对不让大赔这件事情来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 才会是真正的赢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你看到今天 我们操作三二六五的台新科 平均卖在四九点九短空先卖 触及到停损四七点五 二话不说 请会员朋友 使这个四七点五附近来做买回 小赔个六毛钱 算个做个二十几张 赔个一万出头而已 对不对 这个赔个一%多而已 很容易都赚得回来 但是当我们看对的时候 你看到像上个礼拜五 我们操作化肥股的汇光 发现了前一天 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再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短空先卖 对不对 成功的卖在五十六块以上 杀下去反手下杀 五四点八以下买回 至少就赚回一块二的价差啦 一样做个二十张 一天加薪个两万多 今天赔个一万多 其实无伤大雅 对不对 三富利多见报之下 发现隔日冲大户 又再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再度的先卖后买 六十五以上成功短空先卖 六三以下买回 就是两块以上的价差啦 一百万操作十八张 一天你甚至进账个三万六啊 对不对 赚就赚个大的回来了 赔个小的 像前天我们做长龙行 这地方小赚个三十张 小赚个一万多 这个也很容易都赚回来 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的方式 万一看错顶多小赔就跑 万一看 如果看对 有时候小赚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也就是这样的方式 你看到过去一个月左右时间 从四月六号到今天五月六号 刚好一个月左右时间 我们当冲累计战机 当然一定有看对有看错 每一笔 我们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过 重点是赢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计报酬率 仍然达到多少 十一点三percent 一个月的时间 投资报酬率十一点三percent 这也就代表着 假如你每一档 用一百万来做操作的话 一个月下来 这个赢亏相抵之后 你仍然能够获利个各十百千万 十万六位数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当你看错 小赔就跑了 看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个是我们坚持的一个理念 如果你认同现龙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严格控制风险 宁可小赔 不让大赔 赚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偶尔看错听损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你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一起在股市当中 利用当冲作战 多创造一份收入 一起来征服务海 共创双赢 好 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大盘 这个美股的部分 其实记得还昨天美股大涨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美国好像已经安稳无忧了 我都提醒过大家 FED升息一个两码 虽然如市场预期 但是注意到 最近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真的不对了 包括三月份最新公布的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高达8.5% 又继续创下的历史新高 代表通膨压力 仍然持续在笼罩着 而第一季的GDP经济成长率 居然出现负的1.4% 出现意外衰退了 这代表什么 美国的经济 已经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 出现了停滞性通膨 一边物价不断的在上涨 一边经济却在下滑 这种状况 当然带来的一个 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 你都要十分的一个小心 甚至有可能就出现 所谓硬着陆的现象了 再加上美国股市破前提之后 虽然又出现反弹 但我也跟他说过 未来反弹上党的重重反压 在这地方很有可能反弹上去 未来又会再度的下杀 这个继续所谓的震荡向下格局 当然比我们预期更弱的是 反弹居然只有一天 又再度的下杀了 这种状况 当然国际股市的部分 未来仍然要很小心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当然其实在一月份 大盘涨到一万八千多点 都提醒过大家 要特别小心 美股这地方 资金行情已经开始扭转 Nestate跌破年限 已经要转空的危机了 台股也有中期回挡的风险 重状况 一定都要提高风险意识 这是我们在 这个一直在再三定领大家 而现在我的看法 仍然没有改变 大盘指数16219 能不能够守得住 其实我觉得 不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我也说过 要能够正式反攻 第一个台币要能够先指纹 但是台币有指纹吗 没有 今天又扁了1.65角 汇率又创了新高 外私提款危机 你看到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解除 而Nestate半年限年限的死亡交叉 代表了资金泡沫的破灭 停滞性通膨的风险 这也还没有化解 美股还没有指纹 台北股市真的不能够太过于乐观 所以未来就算能够反弹 季限半年限年限 这都本来是支撑的 现在都跌破了 而且下弯了 代表未来反弹上涨的压力 仍然是重重 那低档可能要支撑 剩下两年限 一万五千六百点 所以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台北股市 当然如果破低 再来做反弹 这都还有可能 但是都很有可能 在过不了前高之下 又再度破前低 反复的震荡向下 这个反而会让这波的行情 整理的时间拖很久 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一路的向下探底 直到两大底部讯号出现 就所谓的融资追缴令 万箭齐发 国安基金正式进场 这样空间换取时间 这未尝也不是好事 只是目前这两大讯号 我只能说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做股票怎么样呢 我仍然提醒大家 先把两个字 风险意识摆在前面 再来去讲求赚钱机会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即使大盘能够反弹 我也还是提醒 很多股票高点都不会再来了 所以当你发现手上的股票 业绩数字突然就下滑了 或是景气趋势 已经开始向下了 所以是未来有下滑的疑虑了 或是有一些纯粹靠题材 炒作的投机股 当然是最好不要碰 那如果说你去追了 结果大湖已经出货 拍拍屁股走人 这种该跑都是要跑 即使大盘会反弹也一样 当然最好是进场之前 都先设好停损 而且严格执行 这样才能够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 永远记得做股票的原则 先研究不伤身体 再来讲求效果 先去考虑风险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这里想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又想要赚钱 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 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四个字 快打当冲 因为我们都快打当冲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其实让你高枕无忧 盘中满手有赚钱机会 不用担心措施行情 盘后保持空手之下 你看到不用害怕 美股一下大涨就一下大跌 很多人看到 美股大涨就去追股票 到美股大跌 爆了一堆股票在那里 这个地方可能就失眠整晚 昨天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失眠整晚呢 如果你跟着我们专心做当冲 完全不用怕 这样顾得好生活品质 早上赚的钱 晚上不用担心美股 睡得饱饱的 像这里办 前面是这个三次出手 汇宫赚完赚三富 三富赚完赚残荣行 然后盘后保持空手 再来找下一个赚钱机会就好了 这样才叫做生活品质 受到大盘趋势 又影响非常低 过去一个月 大盘下杀了一千多点 你看到我们累积投报率 盈亏相抵之后 仍然能够单月超过10% 因为我们的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买 重点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避免股票爆一堆之后 行情又反转下去 又套牢一缸子长期套牢 受伤惨重 重伤惨赔 我们不会 其实真正会做当重的 是能够真的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也不用担心放空 或被融券强制回补的时候 又被拉上去嘎到 强迫补在最高点 都不会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来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人想做当重 没时间看盘 或是开了半天 想要自己做 省了小钱 却因此反而赔了大钱 赚都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 一赔舍不得出 就凹 凹到最后 赔个几万 赔个几十万 反而受伤惨重 不要再为了省小钱 赔大钱了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有我县龙老师 亲自带来的基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我们每天按照专业的手批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好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再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今天台新科 46.9附近 短空先卖 触及到停损47.5 二话不说 请会员朋友遵守几率 这地方收回资金 严格控制风险 宁科小赔就跑 拒绝大赔发生 这是我们操作的准则 严格来控制风险 那看对了 像上礼拜五 我们做回光 这地方 五六以上卖出 五四点八以下买回 一块二就加差 做个二十张 一天就加新高 两万多块 赚起来了 对不对 操作三付 先卖后买 这地方 这个六十五块以上 先做卖出 六三以下买回 两块价差 十八张 一天就大赚个三万六 赚回来了 那操作长龙行 这地方 这个三十张 有一万多块 也这个地方补小补 所以你看到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有看对 当然一定有看错的时刻 我们不是神 重点 万一看错 小赔就跑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这样才能够成为赢家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四月六号到今天五月六号 赢亏相抵 累积报酬率 赚到扣掉赔的之后 仍然超过了十百分以上 就是假设每一档 你用一百万左右来做操作 一个月 这地方累积下来 要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 六位数十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我们这样操作理念 宁可小赔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称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现在母亲节 即将到来 县荣老师 特别帮大家争取的 迎接光辉五月 母亲节的 520幸福感恩活动 已经剩下倒数一天 把握最后的良机 指名加入我们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迎接光辉五月 母亲节 应答答库 祝天下母亲 天天快乐幸福 520幸福感恩假 520幸福感恩假 倒数一天 数博拽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应答答库 极品操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最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又再度的回测 16,219点的低点 即使破低之后 又有机会出现反弹 但记得 在整个美股资金泡沫破灭 以及通这个美国经济 停滞性通膨 风险人为化解 而外资提款的危机 也没有解除的情况之下 这个地方的操作 赚钱机会 要把握没有错 但是风险意识 绝对不能少啊 好 所以 如果你要去思考 如何跟风险 来做共存 这个共存 怎么样能够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之下 一样去把握赚钱机会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也就是我们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这才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提供 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立 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适合先买 还适合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抱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是这个地方 抱一档股票 叫你市价追高杀低 我们这个地方个股清楚明白 价位清楚明白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简讯通知 没到价需要修正的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今天台新科 虽然走势没有如预期的 继续的下杀 但是触及到停损 我们46.9短空 这个47.5碰到停损了 二话不说 请大家回补收回资金 严格控制风险 绝对不做熬单动作 这是我们操作的准则 那但是我们看对的时候 你看到像上次操作汇光 这个短空6508的汇光 技术面转弱了 定价55.9到56.1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目标也定下来 这个地方成功的 最高来到56.2 卖到之后 这个地方杀下来 通知会员配合 56元短空先卖的汇光 54.8以下来做买回 1.2的价差 就这样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开开心心赚起来 20张一天就加薪个2万多 看错今天这个地方 赔个六毛 如伤大雅 一赚就赚个2万多回来了 3付65以上短空先卖 杀下去 63以下买回 2块价差 18张一天甚至有机会 加薪个3万6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前天操作长龙行 也小赚入贷 30张也1万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看错宁可小赔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长期下来 这才能够成为赢家 就像我们过去这一个月 赢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 累积报酬率 仍然能超过10% 假设用100万来做操作的话 一个月下来 帮自己加薪个 各10百千万 10万 六位数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努力下去 帮助投资 利用最小风险 稳扎稳打的 让个快乐当充足 那大资金 如果有波段需求规划 再三提醒 我们这地方 有一些业绩下滑的股票 千万不要碰 业绩如果衰退一律的 也赶快抽身而退 重点 锁定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选前率股 好的出手时机 来临 再来做出手 那像最近发现的半导体设备 关键材料大厂 也就是在业绩 最近这地方启动了成长动囊 而且公司订单满手 积极扩充产能 要推动未来两年业绩的成长之下 法人最近在大盘重挫之下 法人逆势在卡位布局 股价也在这地方 隐约的形成了一个 头肩顶的右肩 有机会站上起场点 那现在如果想把握 不管是大资金 有做波段需求的规划 小资组想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都欢迎大家好好把握 我们这次光辉五月 五二零的母亲节 祝全天下的母亲 幸福快乐 特别帮大家争取的 五二零幸福感恩活动 倒数一天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